这里是上海徐汇区严庆路 提到严庆路可能就连本地人都会觉得有点陌生 但是如果要提到巨富长 生活在上海的人应该一下子就会在脑海里浮现出 咖啡馆 小酒馆 餐厅 水果便利店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景象 而严庆路就连接在巨富长的富民路的尾部 成为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尾巴 也正是这样 我便喜欢上了这条路上的一家咖啡馆 East Coffee 我现在就在巨富长这几条路交叉口的地方 你看我身后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三角形的一块区域 我觉得这就是延庆路它迷人的地方 你看这边是个延庆路 它是一个弯的像一个尾巴一样的 延伸到那边去 这边就是East Coffee 那这边呢有点像是一个五岔口的概念 这是一个东湖路 东湖路的这边它是一个新乐路 再往这边来巨富长 我觉得这个五岔路口这种感觉就很迷人这一片 咖啡馆 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 我为了旁边的这两款咖啡豆和挂儿咖啡 我都不知道去了East Coffee多少次了 这将是我们牛小咖的第二次联名的咖啡 其实我自己一直有一个计划 就是和我之前去过的一些非常喜欢的咖啡店合作 把他们店里边的咖啡通过和我们线上电商合作的方式 分享给大家 那因为通常考虑到这些咖啡店 主要是在线下的门店的运营 他们并没有线上销售的能力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的好咖啡 分享给外地的 可能永远都喝不到这家咖啡的小伙伴 East Coffee这家店呢 在延庆路已经开了两年了 店主黄雁作为2014年的咖啡拉花冠军 每天和周边社区的邻居们做咖啡 聊天 撸狗 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朋友 还经常一起约着出去骑车 这个重不重 很轻 我的天 怎么这么轻 起之前我攒了好大的劲 这是我的 就是晚上有时候暗的地方 我买了个前灯 但是我这个已经算 城市车里面租的很有感觉 每次来到East Coffee 我都感觉自己来的不是一家店 而像是来到了一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家的客厅一样 那这个客厅里面有别的朋友 也有别的朋友带的宠物狗 那因为这里也是一个宠物友好的空间 那感觉氛围其乐融融 那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一点小意外 这只狗叫猫猫 据说它还是某部电视剧里面上古镜的明星狗 那她的主人也经常带她过来喝咖啡 她看起来好可爱 可爱吗 她说你可爱 真的可爱 妈妈 她夸你 夸你的 我感觉她应该是个小狗 五岁 五岁了 坐下表演一个 她为什么看着这么年轻 那五岁 保养的好 你看她主人就保养的不好 对啊 她真的看着好年轻 妈妈 心太好就年轻 妈妈 跟你一样 哈哈哈 一个人爱情是画里面的 对 对 演员总演 真的啊 除了这些社区感极强的氛围 他们的咖啡出品以及店里的食物 传达出他们对食物的理解以及创新 就比如我吃的这个三明治 它明明是一个西式的三明治 但是当你吃进去第一口的时候 你竟然觉得这个三明治是自己熟悉的味道 那是因为他们里边的菜以及调味料 已经改良成了中式的口味 你们有个厨师好厉害 所以这次他们两个去贵养就是让主人再去多发现一些贵养的美食 然后把可以把贵养的一些东西融合到西餐里 同样这杯店里的特调咖啡叫做刺 他们用到了店主黄燕家贵州的次黎作为原材料创作而成 巧妙的把这种食材搭配到自己的店面中出品 所以呢 我们这次联名的咖啡 就是以贵州的次黎这个元素作为主题 把它呈现在了我们这次的咖啡的设计中 也让从来没有听说到过这个水果的人了解到 哇原来贵州也有这样的水果 如果有一天你能来到East Coffee 你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杯特调 开店这两年跟你在开店之前的这样的一个预想 有没有达到你之前预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其实刚预想的相差不太多 我们这里是算是一个凭社区类型的 非常热情 对对对对 所以在这种社区里面你会遇到不同的人 这个是你一开始不在你设想的 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他们从事不同的工作 比如说有摄影师 有做设计的 有做美术指导的 然后什么职业的 美术指导的 反正没什么职业你都会遇到 但是我就很喜欢自己的感觉 那边我看也有这个专门狗狗喝的水 我那天我过来一趟 这狗狗过来干嘛 那一看他在喝水 因为你是14年拿的拉花冠军 对吧 你在拉花冠军之前是打的WBC 对对对 贵阳赛区 你这两年 其实你一直也没有去特意的强调 自己拿过这个咖啡冠军这块 但是我自己也很清楚 因为那年我们是一起比赛 我也比赛了对吧 那时候觉得拉花冠军 它只是一个头衔 还是说他对你自己在这个职业上面 以及在店面运营上面 是有没有一些帮助 因为通过比赛 其实我认识很多人 嗯 就像是你一样嘛 我们也是通过比赛认识的 对对对是的 所以比赛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但是对门店来说 其实我 也不想把这个门店 它包装成拉花冠军店 或者是什么 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在做一些 通过产品和服务去跟客群融通的 我并不想说 这个店路过的人说 这个是一个拉花冠军的点 其实我并想强调这一点 嗯 我们的店面其实需要客人的认可 更多一些吧 对对对 并不是说需要我们行业里边的同行 然后他们 我来好多次都遇到那个猫猫 那个猫猫今天没有过来 他一会儿会过来 他今天是 我不知道他最近在搬家 啊要搬走了 那以后又见不到猫猫了 没有也是附近 好吧好吧 那首先这款拼配的咖啡豆 它是East Coffee开店两年来 一直都使用的店面出品咖啡豆 那使用终身污蔽的哥伦比亚和威地马拉 两款南美洲的咖啡豆拼配而成 做黑咖啡平衡感 甜感 以及干净度都非常好 但是呢 它并没有非洲咖啡豆的那些酸汁 那就是说这个的话 你们脆脆的浓度会高一点 不会就是后段可能会稍微的 稍微丢丢 对因为中美两个都是中美洲的 脆到后段会有一些木质 哇像这个的话 我喝着就很明亮 带点微微的那种 有那么一点点酸 不是特别酸 这款就是从开业一起用到现在的 一直没有放过 这款拼配呢 它和我们之前联名的得当羊 是完全不一样的调性 所以呢 它比较适合不喜欢酸味咖啡的小伙伴 我推荐使用意识机 摩卡糊 冷脆 手冲咖啡的方式来制作 那做成牛奶咖啡的话 它会有一些坚果的味道 另外我们这次专门做了一支水洗的沃卡 那专门提供给手冲咖啡爱好者 酸酸甜甜的味道喝起来非常的舒服 最后因为考虑到中秋节马上要到了 所以呢 我们特意做了一个礼盒装的挂儿咖啡 那里面呢 分别是五包盐浸拼配 口感呢 平衡厚重 以及五包埃塞的圣塔维尼 偏花香 柠檬感 较感 购买的方式依然还是在我们牛小咖的淘宝店 这次联名的产品呢 我们依然是现实的来售卖 一个月之后我们会下架这款产品 所以说呢 我希望小伙伴们在有限的时间里边 尝试一下这款咖啡 另外如果大家购买了之后 你们有任何制作上的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那我们会第一时间根据你自己 平时喝咖啡的一个场景 来帮你制定一个制作咖啡的一个标准 最后如果大家有谁在上海 也欢迎你们去East Coffee 探探店 撸撸狗 和店员聊聊天喝喝咖啡 感受一下这个在延庆路上的温暖的小店 Coffee's not serious about life Cheers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